不理中國經濟增長放緩,為何油價大幅走低 美國專家認為股市到了作出重大修正時 也就是說應該從最近達到的最高點下跌最少百分之十 阿薩資產管理公司的經濟學家布洛克威爾說 美國的股價從2009年增長了接近兩倍 股市下跌是一種自我修正機制 能夠保證股票價格維持在合理水平 亞洲新興市場和那些依靠商品市場的國家受到的打擊更大 納入證券交易員威利斯認為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穩定的需求 但中國在公佈經濟數字的時候缺少透明度 經濟學家認為雖然股市動盪 但從GDP增長率到就業率來看 美國經濟的根基仍然鞏固 這也是為何Bankrate.com的漢武李克認為 美國聯邦儲備局會按照原定計劃在今年稍後架息 他接受美國之音炒香氏說 美國之音記者阿財家華盛倫報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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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國人這邊選手的波子 國之音記者阿財家華盛倫 messed